這裡是香港電台 射雕英雄傳 李鶴賓編導 金融圓著唐義改編 射雕英雄傳第四十回 是由張志暉、車心梅、陳啟倫等聯合播演 第四十一回是由車心梅、張志暉、陳潤成、溫泉、盧韻賢等聯合播演 第四十二回是由張志暉、車心梅、陳潤成、溫泉等聯合播演 得覆盟 靖哥哥, 想不到我教你幾天 你居然學會游泳 對了, 蓉兒, 為甚麼你游泳這麼聰明 還可以在水底捉雨 我自小在海島上長大 怎會不懂游泳 蓉兒, 你看, 濕衫都乾了 先收回去 好 靖哥哥, 你是不是很餓 對, 蓉兒, 那隻雞吃了沒有 可以吃了 不過那隻雞 你說雞尾沒有拔毛 對, 對, 你只是去內臟 用濕泥包住泥燒 這樣會熟, 可以吃嗎 你看, 泥現在已經乾了 只要脫了乾泥去 那雞毛就會跟著掉 是嗎 好, 讓我嘗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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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過那隻雞就要分三份 我要雞 我有什麼 你… 蓉兒 怎麼樣, 小姨 是個中年乞丐 這個乞丐什麼時候來的 為甚麼我們完全不知道 這個人國字口面 留了點鬚 短手大腳 這件衣服就是東補一塊 西補一塊 補得滿身都是 不過就很乾淨 為甚麼會這麼怪 他拿著一支綠竹醬 真的嗎 背上就背著一個 豬紅漆的大葫蘆 這隻雞分一份給我吃, 行不行 行, 給你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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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吃 先喝一口酒 真的很好吃 小孩子, 你喝不喝 你喝嗎 我? 我不會喝酒 你老人家自己喝就行了 這樣 小孩子 你喝不喝 我喝不喝 那就省了 我自己喝 真的好吃 他拿著葫蘆的手 只有四隻手指 那天我躲在客店裡 聽邱柱基、王主一說起 狗子神蓋的事 真的好吃 難道今天基元巧合 遇到洪七公一個前輩高人 好, 想辦法探討一下他的口風 蓉兒, 你看看他 他這麼快就吃完半隻雞了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連我這個乞丐的祖宗 都做不回這麼漂亮的乞丐雞 如果你喜歡的, 吃完它 那怎麼可以 豈不是你們兩個小孩子也沒得吃 不過這樣, 我不客氣 吃完它 看他餵食成這樣的樣子 九成九都是紅七公娘 真的好吃 肚皮啊肚皮 這麼好吃的雞 你都很少機會下肚子 是嗎 小女子今天偶然燒到一隻黑衣雞出來 有機會下到黑衣組中的尊套 真是榮幸之志 你這個小女子真是乖乖伶俐的 來, 你來看 是金錢鏢? 要來做什麼? 昨天我看有幾個人打架 其中有一個人出手都不知道多闊爛 這些金光閃閃的金錢鏢 它是用來打人的 老黑衣就順手牽錶 牽了他們過來 雖然這些金錢鏢裡面都是爛銅爛鐵 但是外面道的確是真金 你們拿去玩 沒有錢的時候 都可以換回七八千銀 拿著吧 我們不要了 我們當是朋友才請你吃雞 既然是請朋友吃東西 就不可以收禮 這樣 那就是難為我 我這個老乞衣 如果向人討些冷飯菜汁 都無所謂 但是今天老乞衣吃了你們兩個小孩 一隻雞 受了這麼大的恩惠 沒辦法報答這樣 一隻雞算什麼恩惠 是呀 老實說你知 那隻雞是我們偷回來的 是呀是呀 我們順手牽雞 你老人家就來順口吃雞 大家都只有一個順子 你這兩個小孩都挺有意思 合了老乞衣的脾圍 來來來來 你們有什麼心願 告訴老乞衣 我們沒什麼要人幫 不用了 是呀 其實一隻乞衣雞算得什麼 我還有幾樣拿手小菜 想請你試試批評一下 不如這樣 我們一起去前面的市鎮好嗎 好到極了 我們一起去吧 對了 我還沒請教老人家貴姓 我姓雄 排第七 你們叫我七公就行了 是 七公 那走吧 果然是他 不過看他的年紀 還好像小過邱柱基他們幾歲 又怎麼會跟全真七子的師父齊名的呢 對了 我爹也不是很老 不一樣跟紅七公他們平貝倫家 當然那些道士不爭氣了 以文化成說 也不是不爹 人家貴姓 人家貴姓 天野 怎么回事 来了这间客店半个时辰 还没得吃 七公你不用急的 正在煮的 小孩 那个是不是你老婆的儿子 害羞 好香 奇了 为什么味道这么古怪 都不知道煮什么菜式 奇了奇了 味道有点古怪 为什么会这样的 真是急死我了 到底煮什么菜出来 七公 你是心急一点 你不知道的了 我份人就是这么喂食的了 一想到吃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古人说食指大动 这句说话真是一点都没错 你看下我右手是不是没有了手指 对啊 还是齐掌断的 不就是了 我这个老乞丝一看到 或者闻到奇真异味 那只右手的食指就会不停地跳 有一次就是喂食 结果做了一件大错事 后来我生气上来就一砍了它 那 手指虽然斩了 但是喂食的性格始终都改不掉 来啦 有饭吃了 好呀好呀 看看有什么菜 容易啊 真是很香啊 哇 有两味菜 一味是炆牛肉条 一味是汤 碧绿的清汤之中 浮着几十粒殷红的樱桃 又有些粉红色的花瓣 还有些很乱的笋尖 哇 红白绿三色灰影 真是鲜艳奪目啊 这些汤呢 一阵阵荷叶的清香 当然是用荷叶煮的了 是不是 七公啊 你试一下好不好味先啦 好呀好呀 不是普通牛肉来的 奇了 每照一下都有不同的味道 简直好像武学高手那样 招式层出不穷 攻心莫测 你看清楚那些牛肉 原来每一条牛肉都由四条西肉拼成的 是什么肉你又吃不吃得出呢 一条就是羊腿的肉 一条就是鱼豬的耳肉 一条就是牛仔腰的肉 还有一条就是 如果你猜到 算你厉害 是将腿肉加上鱼肉 剁在一起 好呀好呀 原来一条鱼牛条 都这么浪费功夫的 有五种肉混在一起 为什么我吃也吃不出呢 小女孩呀小女孩 虽然那些肉就只有五种 但是一口咬下去猪肉和羊肉那种味 就另一种 一口咬下去牛肉和樟肉 又另一种滋味 一共有多少种变化 老乞丝就吃不出了 如果次序的变化不算 一共就只有二十五种变化 合五五梅花之素 又因为肉条长形 好像支笛一样 所以这道菜的名目 就叫做肉笛谁家听乐梅 肉笛谁家听乐梅 没错了 谁家那两个字 是有考下人的意思的 七公呀 如今你考中了 真是食客之中的状元来啦 好呀好呀 这道菜的名目 真是好呀 我这个老乞丝也都好呀 这碗何叶 筍尖樱桃汤 真是好看呀 令人见到呢 有点不舍得喝呀 湯中לל有何叶之清 筍尖之鲜 玲桃之甜味 好啊 试一下樱桃先 奇了 樱桃之中有什么在 你猜猜 是雀的肉 不是借菇 是斑扣 没错是斑扣 你真的好异 当然了 你这碗荷叶笋樱桃扣汤 又有什么古怪的名号 那你听着 鱼花容颜樱桃小嘴 就是美人 对不对 原来是美人汤 慢着 还有其他材料呢 竹解心虚 就是君子 莲花又是花中的君子 所以这些笋尖和荷叶所说的是君子 那我知道 那是美人君子汤 也不是 还有这些斑扣呢 诗经第一篇是 关关追扣在何之洲 妙条熟女君子好球 所以这个就叫做好球汤 对了 既然有这么稀奇古怪的汤 也应该有这么稀奇古怪的名目 那真是好极了 不过你这个这么稀奇古怪的小孩 都不知道谁这么稀奇古怪的老子生你出来的 这碗汤的滋味这么好 十几年前我在皇帝的大内御厨 喝过的樱桃汤 那些味道都远远不及这碗 对了 那御厨之中有什么好的菜式 你说出来 等我学了 做给七公你吃 吃了这么多都够了 不吃了 御厨之中 好吃的东西真的非常之多 不过没有一样 及得上你做这两味菜 有一味鸳鸯五真会 就真的好吃 不过不知道怎么做 七公 是皇帝请你去吃的 没错了 是皇帝请的 不过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御厨房的屋梁上面 躲了三个月 给皇帝吃的每一道菜 我都拿来试一下 如果是好吃的 我就全部吃完它 如果是不好吃的 那就给皇帝老子吃 御厨房的人疑神疑鬼 都说什么狐狸大仙作怪 真是有趣 想不到他这么大胆 想什么啊 小孩 你这个老婆仔 煮这些菜的手艺是天下第一 你这一生 静定享福 真是喜有此理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遇不到一个 我好像这个姑娘 这么有本事的女人呢 你们都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 小智 你吃了四碗饭的 我 可惜可惜可惜 牛肇卯丹 真是浪费 七公 牛肇卯丹 奇了 原来牛肇吃卯丹 蒙古那里有很多牛 不过就没有卯丹 所以我没见过牛肇卯丹 好了好了 大家都吃饱了 不妨坦白说 我老祖就看出你两个 又有些武功跟底的 这个小女孩费尽心思 经常做些这么好的菜式 给我吃 一定有作用的 当然想我教你们几招 好吧 吃了这么好的东西 不教几招给你们 就真的过意不去 来来来 都珍爱的树林再说 好 好 好了好了 小孩 你想学什么 天下这么多武学 难道我要学什么 你就教什么 七公 他的功夫不及我 时时都生气 他很想打赢我 容易 我何时有 别吵了 好吧 我看他手脚沉稳 内功跟基都不错 怎么会不够你打的 好 你们两个打一刹 给我看看 好 郑哥哥 来 那 你不显本事给七公看看 他老人家又怎么知道 教什么给你好呢 是 那好吧 晚辈功夫不行的 请七公多多指教 稍微指点就没什么所谓 多多指点就不是他了 那 你敢什么 看招 荣儿 用心点 当真的这样打法 好了 看招 来得好 好 让我师父爹自创落英神剑掌法 怎么了 知道厉害了吗 荣儿 你的掌法真是好 我虽然找手门户 但是 我的左右肩头 前胸 还有背后 练中四掌 幸好你小小力 如果不是 我已经受重伤了 你爹这么大本事 又何必要我教这个傻小子武功 这套落英神剑掌法 是爹自己创的 爹说从来都没用他跟人交过手 为什么七公会认识的呢 七公 你认识我爹的吗 怎么会不认识 他是东邪 我是北丐 我跟他都不知道打过多少次架 我跟他都不知道打过多少次架 原来是这样 他跟爹打架 根本没有被爹打死 那他的本领都挺厉害的 怪不得北丐和东邪会平背论交 对了 七公 那你怎么认得我的 你去照一下镜子 对眼和鼻子 只捉你爹 本来我都想不起的了 只是觉得你是熟口熟眠的 但是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了 桃花岛没有学家素 老乞丐又怎么会不懂 我虽然没见过这一路掌法 但是五虚一实 八虚一实 天下间也只有你爹 这样才想得出的 你那两味菜 什么肉笛谁家听落梅 什么好球汤 一定是你爹安的名目 你老人家果然了事如神 你说我爹是不是很厉害 他当然是厉害 不过不见得是天下第一 那当然是你老人家天下第一 那也未必 二十几年前 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盖中神通五个人 在华山绝顶比武轮剑 一直比了七日七夜 始终都是中神通的武功最厉害 我们四个人都服他为天下第一 中神通到底是谁 你爹没有跟你说吗 没有 爹说武林中坏事多好事少 女人家听了只没亿 所以他很少跟我说 后来他骂我不喜欢我 说不就静静你跑了出来 他以后都不会要我了 那只老妖 做什么都古古怪怪的 不准你罵我爹 又帮着自己爹 可惜我这个老乞义狂 没有人肯嫁我 要不然 生了个像你那样的乖女 我真的不舍得赶你走 那当然了 你赶了我走 那谁煮菜给你吃 那就是了 我告诉你 终神通就是全真教的教主黄重阳 他归天之后 到底谁是天下第一 就真的很难说 全真教 有一个姓邱姓王和姓马的道士 我看他们的武功都很平常 和人家动手三招两招就中毒受伤了 是吗 他们都是黄重阳的弟子 听说他七个弟子之中 以邱处姬的武功最强 但是始终都不及他们的师叔周八通 周八通 是啊 马道长都说过他们有个师叔 但是没有提到这位前辈的名号了 周八通呢 他就不是全真教的道士来的 他是族家人 他的武功是由黄道长亲自传授 喂喂喂喂喂 小女儿啊 你看看你 喂 这个傻小子啊 傻头傻老 你爹聪明绝顶 我想他一定不会喜欢他 爹没见过他的 如果你老人家肯指点一下他 教一两套功夫给他 那我爹看在你份上 一定会喜欢他 哎呀 你这个小鬼头啊 爹的功夫呢 就一成都学不到 但是他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呢 就学到十足十 我最恨人拍我马屁的 而且老乞义从来都不收徒弟 这种这样的傻小子啊 哪个肯收啊 只是你当他是宝的 想尽办法 所以我教他武功 老乞义啊 不会上当的 我走了 喂 七公 七公啊 哎呀 糟了 被七公释穿了我的心思 我又不专心学武 爹的武功都学不到齐全 又怎样教得靖哥哥啊 靖哥哥那六位师傅 口口声声说我是妖女 反对我和他好 如果她批得七公的武功 那就不用怕他的六个师傅 和那些道士逼他了 但女優様 那些樹葉有聲音 難道七公他靜靜回來 躲在樹上聽我們說話 蓉兒,那位老前輩的脾氣挺古怪的 雖然是 不過他老人家的人很好 是個大好人 他的本事比我爹的高 比你爹?他沒有顯示我功夫給你看 你怎麼知道? 當然知道,我聽爹的說 爹說,當今世武功勝過他的 只有九子神蓋洪七公一個 可惜他行蹤無定 不可以時時和他一起切脫武功 黃藥師的嘴巴從來都不肯服我的 原來心對我這麼佩服 一天都是我自己喜歡玩,不肯用功之過 好,如今這麼艱難,才遇到七公他老人家 所以他肯指點我,就比我爹教我的好 誰知道我口沒遮難,說錯了說話 激怒了他老人家 蓉兒 蓉兒,你不要哭了 慢慢再想辦法 我聽爹說過,我聽爹說過 他說七公他有一套功夫 真是天下無雙,獨佈古今 甚至連全真教的黃重陽都畏懼三分 叫做…叫做… 怎麼我想不起呢? 我明明記得,方才還想求他教你 那套功夫是叫做…叫做… 糟了,叫做… 叫做航龍十八獎 是你呀,七公 是你呀 奇怪了,你怎麼會從書上面跳下來的 對了對了,你說得對,是航龍十八獎 為什麼我這樣也想不起呢? 爹時時提起,說他平生最佩服的武功 就是航龍十八獎了 是嗎?你爹始終都說回真話了 我以為黃重陽死了之後 他就自以為天下第一 好吧,小子,你聽著 是,七公 其實你的根底一點都不差得過這個小女兒 輸就輸在權法不及他 小女兒,你先回去客店 讓老乞丐教他一招 真的嗎?七公,你先回去吧 傻小姐,你跪下,先發個誓 如果不得我允許 不准將我傳授給你的功夫 傳授給任何一個人 連你那個古靈精怪的老婆仔在內 都不准教,知不知道 如果容兒要我傳授給他 我怎麼可以拒絕他 你別悔了,那個黃藥師為人非常自負 就算他怎樣羨慕也好 他都不會這麼沒出色偷學我的看家本靈 而且他學我的功夫沒什麼用 他的功夫路數跟我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可以學他的武功 他也不可以學我的武功 你看著 好厲害啊,七公 你只這麼一推,力度會這麼大? 當然,如今你那棵蟲樹是死的 當然容易打中 但是如果是人,他就會退讓閃避 學這一招,難就難在,要對方退無可退 避無可避 你這一招打出,咔嚓的聲音 敵人就好像這棵蟲樹一樣 你聽我說解這一招怎樣打法 七公 怎樣? 小子,你明白怎樣打這一招沒有? 明白了 你那个老婆仔的掌法 去招多个实招几倍 你跟他打的时候 如果跟着他团团地转 就一定会被他打中 你想想 无论你怎么快 都快不过他 你想着他这么多去招之后 这一掌一定是真的 他偏偏就是假的 下一招想着是假的 他偏偏也是真的 这样你就很容易被他打中 你方才跟他打的时候 就是这样被他打中 知道吗 是啊七公 所以 如果你要破他这路掌法 唯一的法门 就是不要理他打过来的 是真还是假 是虚还是实 等他这一掌打过来的时候 你就以一招抗龙有悔打过去 他见你这招这么厉害 就一定会回掌招架 这样就可以破他了 那以后怎么办 什么 以后怎么办 你这个真的是傻小子 他有多大本事 可以挡得住我教你这招吗 如果他挡不住 我豈不是会打伤他 你这个傻小子 抗龙有悔这一掌 他的力度是能修能法 如果不能够轻重光有 随心所欲 抗龙十八掌 又怎么称得上是天下无伤的掌法 是的 老德七公 如果我不是练到能法能修 就不同容易试招 傻小子 如果你不信的 那就试一下吧 七公 七公 这棵松树小一点 让我试一下 你这个傻小子 你干什么的 七公 我 你摇这棵松树干什么 捉松树 还是执松果 我 我对你说过的 要令对方退无可退 秘无可避 你方才那一掌 力度也挺劲 但是那棵松树 只会摇一下 就完全化解你的劲力 你首先要学一下 打到松树不吃肉 然后呢 才出这一掌 一掌断树 知道吗 七公的意思是说 出手要劲要快 令对方挡不及 没错 当然要这样 还用我说的吗 你练到满头大汗 练了这么久 原来连这些这么粗浅的道理 才是刚刚想到 你真是笨个猪 是的 七公 这一招抗龙有悔 掌法的精要 不再抗治 而再悔治 如果只求光满狠辣 抗奋灵力 这样 几百斤的蚂力 哪个都会洗 这样的招式 怎么值得黄若师他佩服 抗龙有悔 仍不可久 所以有法 一定要有十 打出去的力度十分 就要留在体内的力度 就要有二十分才对 打出去的力度十分 留在本身的力度有二十分 到你领回到这个灰字的时候 这一招你就学到有三成了 就好像喝陈年美酒那样 入口的时候不辣 后劲 顺口无比 就是在那个灰字那里 你明白了吗 还没明白 不过 我会记住你的话 慢慢去想 我都免得理你 我先睡觉 七公刚才说的话 我虽然不太明白 但是不怕 人家练一天就练成 我就练他十天 始终会练成的 好 等我按照七公的方法 重筹再练过 不行 好 我再来过 行了 正说我那一掌 是用力打出去 上一刀树身的时候 我就立刻收劲 庞树果然不动 好 我再打一掌试一试 好厉害 好香 当然有食物了 没错了 你们在那里练功夫 我就回家煮东西吃 有什么好食物 拿来给我看看 有分田鸡腿 八宝肥鸭 还有银丝卷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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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味道 好味道 真的好味道 好味道 不过 你一个人吃完 只剩下银丝卷 那怎么 正哥哥还没吃 对 来来来 小小姐 那你吃点银丝卷 好好味道 直接就比鸭好吃 好味道 好味道 老实说 七公 我最拿手的菜式 你都没吃到 真的 是什么菜式 说来听 一时之间 怎么说得完 比如说 炒白菜 蒸豆腐 炖鸡蛋 还有白猪肉 容易 菜式这么普通 人人都会做 傻子 那你就不懂了 真正的烹调高手 越是煮些最平常的菜鸟 就越显得他的功夫奇妙 你明白 我 七公 我不明白 那就是跟武学的道理一样 能够从平淡之中 演神奇 那才是武术上的高手 那我明白 也不想跟你说 小女孩 你真的是个乖女 让我快点去买些白菜 豆腐回来给你煮好吗 那也不用 你买的未必合我心意的 那也是 那也是 人家买的 怎么也不及自己买这么合用的 对了 方才我见他一掌打断了一棵虫树 他的掌法一定比我好 怎么会 他的功夫还没得 还差很远 这么厉害 还说还差很远 当然了 他一掌打出去 那棵虫树细细细细细断细就行 你看看 那棵虫树 歪歪斜斜的 又有什么用 而且那棵虫树 幼得好像筷子一样 不对 简直好像牙签一样 功夫还差很远 但是他一掌打过来 我怎么能够挡到 一天都是你不好 如果他将来欺负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 对了 那你说 那怎么好 那你教了一套本事给我 要打赢他的 你教我之后 那我就只要给你吃 这样 好了 他只是学会了一招 想打赢他很容易 我就教你一套逍遥游的拳法 好啊好啊 是怎么样的 逍遥游的拳法 顾名思义 一定是身法轻领 整套拳就在于逍遥自在 我打一次给你看 然后再说 你看着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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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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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七公? 沒錯了,沒錯了 真厲害,只是兩個時辰 六六三十六招逍遙遊的拳範 這樣就被你學會了 真厲害 但是我如今又比他厲害了 他一定很不開心的 七公,不如你再教幾張 韓龍十八獎給他 行了,我有分數的了 你這個傻小子真是笨 我方才教你那一招,你都未學會 等他學會了之後,我再教他第二招 只要你肯煮多些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我是一定會教他的 是呀,我們一言為定 我去買菜 慢著,你又想煮些什麼菜給我吃? 炒白菜,蒸豆腐,好嗎? 好,那你去吧 是呀,七公 小子,你繼續在這裡練 我先進客店 行了,七公 我來吃吧 哇,的確好味道 小智,你知不知道這些白菜怎麼炒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好吃 當然好吃,是用雞油和鴨腸來炒的 七公的確好東西 這些豆腐很好吃 這樣做的豆腐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二十四橋明月夜 是怎麼做的? 哦,用一隻火腿開兩邊 再挖二十四個圓洞 將豆腐削成二十四個圓球 放進火腿裡面 然後拿著火腿來蒸 蒸熟了,就不要火腿來吃 哦,難怪這麼好吃 原來豆腐吸光火腿的味道 那些豆腐能夠削成一個一個的圓球 只是你這個鬼靈正知想得出的 一定至少練你爹的蘭花忽月手 至少功夫,練到靈巧輕柔 能夠運勁若有若無 當然 如果不是,那些豆腐豈不是全部爛了嗎? 嗯… 好了,我都飽了 你們就睡這間房子 我又去旁邊 七公,不是 我和你睡一間房子 什麼? 你們夫婦怎麼不是和一間房子睡 你亂說吧 如果你再亂說 我明天就不煮菜給你吃了 我說錯了嗎? 我… 哦… 是… 我這個真是老胡圖來的 你明明是閨女打扮 那真是未成襯 你們兩個是私定終身的 還未經過父母之命迴著之縣 沒拜過天地了,是不是? 是啊,七公 你們不用擔心 沒有媒忍而已 來… 讓我這個老乞衣來做 如果你爹不答應 我這個老乞衣 再和他鬥七日七夜 拼個你死我活 好… 是嗎? 我… 你說什麼也給你死你 就你死我活 就會死我活 啊… 快點兒 你的腳力的確大有進步 為什麼你的聲音這麼熟 好像是梁子翁那個怪人 這個人想吸我的血 那怎麼辦 師父, 是那個小子 什麼人 糟了, 果然是他們 不行了, 我們馬上走 只要他走出叢林就沒事了 師父, 他想走 接著他, 賊仔, 快跪下 別走 放手 你還想走? 放手 放手 師父, 我抓到他了, 快點過來 撤賊 你怎麼樣? 我…我手 臭小子, 居然打傷我徒弟 他跑到哪裡了? 師父, 他…他跑到那邊了 好, 我馬上追他 你慢慢跟著來 我不相信那個臭小子跑掉 那個小子在哪裡? 在那邊 好 那晚在王府遊客 遊多假山 只是追不到他 好, 我看你這次跑到哪裡 還想走? 好, 走 掌力很厲害 這是什麼功夫? 蓉兒… 蓉兒… 糟了, 要吸我血哥大惡人 追到來了 蓉兒… 快點過來這邊 原來你在這裡 對了, 順便收拾你 蓉兒… 蓉兒… 不用怕他 良老怪來了 就可以試試我身後的功夫了 你不用怕他 你擋住他一會兒 我馬上就來 我們一起教訓他 要他捱苦 臭丫頭, 口出大眼 好, 等我收拾了這個小子之後 再來收拾你 我拆開… 我拆開… 掌力很厲害 我已經閃在一邊了 右臂被掌力大過 都覺得熱烈烈的, 一陣尺痛 如果被打了還得了? 我要出手才行 我拆開… 又是那一掌 這個小子不見幾個月 武功居然精進這麼多 當然是因為喝了輻射補血 豈有此理… 又是那一招 臭小子 有膽就打我第二招給我看 只有一招你就擋不住了, 是嗎? 臭小子 原來你只懂得一招這樣的掌法 那你一定死定了 拿來命 探掌 有此理, 臭小子 左頭左勢 靖哥哥 看著我對付他 你有膽就打我一拳 我沒有你這麼笨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穿著一件軟衛鴿嗎? 我有辦法助護你的 好險, 看不見 臭小子 臭小子 我…我明白了, 七公是說惡虎難路 七公是怎麼知道的呢? 真是的 我…我… 他會比招造於銃蛇取水的 馬上是青龍取水 他背門是弱點 好, 攻他 我… 到底那個人是誰呢? 他怎麼會知道我的掌法呢? 做什麼事跳開不打? 請問到底是何方高人 為什麼不露面? 這麼容易嗎?看拳 你真有錢, 臭小子也真有錢 賣你命 有一次, 他下一招就是爛屁股猴子上船 幸好閃得快 否則頭頂就會被他一拳打中 好, 如果老兄再不露面 不要怪我對這個丫頭無情 他居然不理我 好, 看你怎麼教他 好熱 臭小子, 好長髮 靖哥哥, 我要回洋客 你再給三長的攤下 臭小子, 你這招從哪裡學回來的 為什麼來來去都只有那招 你想過來? 臭小子 好, 很棒 好險 還想打? 抓住你的吧, 還想動 你… 老人命 臭小子 娘老怪, 你看我手上這枝冰綠都像翡翠一樣的竹棒 熊… 熊幫主 還不快放開郭靖? 是…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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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都覺得有點奇怪了 怎麼都會有人知道我的招數 好, 原來熊七公那個老乞兒 我應該早就猜到才是 糟了, 這次糟了, 糟了 七公的老人家說 他既然出了聲, 為什麼你不走? 還問你, 憑什麼這麼大膽 在這裡吭吭罷罷 沒有…小人…小人實在不知道熊幫主嫁到 小人就算有天大的膽 也不敢得罪熊幫主 好奇了 這個老怪的武功這麼厲害 為什麼聽到七公的名字 就怕得這麼厲害 還跪在地上呢? 他為什麼會叫七公做幫主呢? 你居然出手打我們 問你該當何罪? 請…請姑娘在熊幫主面前 說幾句好說話 說梁子翁知罪, 求熊幫主搖命 這麼大膽? 想半姑娘幫你說幾句好說話? 是啊, 姑娘, 你… 行, 幫你說一句半句就行 那幾句那麼多就很懶 還有, 你以後見到我們 就不准再為難 如果答應的, 好, 那我就幫你說 好, 好, 小人答應, 小人答應 以前小人無知, 只會多多冒犯 請兩位海量汪陷搖輸我一次 我以後不敢了, 不敢了 那好吧, 靖哥哥, 我們進去 真是好味道 七公, 如今他跪在外面, 不敢動 當然了, 給他做膽子, 他也不敢動 你們出去, 打他一頓出氣 我包他動也不敢動 好啊, 好啊 蓉兒, 不要了, 你也看到了 他如今跪在地上多狼狽 七公, 你就搖廁他一次 你這個小子真是沒有出息 人家打你, 你又擋不住 老子救了你, 你又要搖廁他 那算是怎麼樣? 我… 這樣吧, 讓我去打發他 姑娘, 姑娘, 怎麼樣… 怎麼樣?七公說你為非作誇 好, 今天就要殺了你 幸好我靖哥哥好心幫你求情 那七公才答應搖你一命 走了 紅幫主, 我要見見你老人家 要借我的不殺之恩 你這麼大聲幹什麼? 七公他睡了, 你是不是想吵醒他 那…這樣嗎? 這樣就趕走走他 靖哥哥, 我們先回去 好啊 七公真的睡了, 寶寶在桌上 我想他當然要睡了 七公 七公 別吵了 你這支竹棒發力真是大了 你這麼好武功, 也不用要他了 不如送給我吧 什麼?送給你? 你真是說得輕鬆了 這支是我吃飯的家夥 黑衣沒了支打狗棒, 怎麼像樣 你武功這麼高, 人家聽到你的聲音 已經怕了你, 還要這支竹棒幹什麼? 你這個傻丫頭 你快去幫七公再煮幾道好菜給我吃 我才慢慢告訴你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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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 你又说有好饲食 就说粥棒的事给我听 是呀 如今不是说给你听 上言道 物以类罪 人以群忽 爱前如命的财主 就是一帮 抢人钱财的鹿林导财 又是一帮 而我们这些 特意乞饭吃的乞衣 又是一帮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那个梁老怪 为什么叫你做帮主 原来你是乞衣帮的帮主 没错了 我们做乞衣的被人欺 被狗咬 如果不结成一帮 还哪里有命 北边的百姓 如今暂时 归金人管理 南边的百姓 就归大宋皇帝管 但是天下的乞衣 不论南北都是归你老人家管 没错了 没错了 这只打狗棒 和这个狐狸 就是由唐沫传到现在 足足有几百年 那么久 世世代代 都由丐帮的帮主 执掌 就好像皇帝小子的玉璽 做官的金人一样 好处你没有给我一支粥棒 为什么 如果我拿着这支粥棒 那么天下的乞衣 豈不是要找我 要我去理他们的事 那时候就糟了 你真是说得对了 我生性疏难 做这个丐帮帮主 其实麻烦得不得了 但是又找不到可以托腐的人 那么就将将就就做下去 怪不得那个梁子翁这么害怕你 如果天下间的乞衣 都和他为难 那么他就惨了 不用多了 每个乞衣在身上捉一只塞鸭 放在他身上 那就恨死他了 其实他怕我 都不是为了这件事 那是为了什么 大约在二十年前 他做坏事的时候 被我撞见 他做什么坏事 那个老怪 相信什么彩阴保养的邪说 找了很多储女 破了他们的身 说可以长生不老 是吗 我怎么破处女身 那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即使杀了他们 不是 一个女子被人这样欺负法 被杀了她更痛苦 所以有人说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就是这个意思 那 那 那是不是用刀 割了他们的耳朵和鼻子 也不是 傻女 你回去问问你娘 我娘 她在我出生之后就死了 哦 那 那 你还是不要问了 到你将来和这个傻子 洞房花竹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不搞就算了 对了 你遇见梁老怪去做那种事 那之后又怎么样 那我当然要管了 当时我捉到她 打了她一身 拔了她头上的头发 逼她送那些姑娘回家 还要她立重誓 以后不准再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如果让我再知道她这样做 我就要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听说这二十年来 她都没有再犯过了 那所以我就要她一命 对了 那个梁子翁 现在还有没有头发 当然生了出来 他当时被你拔掉头发 实力痛得很紧要 不是这样 怎么惩罚他 七公 如今就算你送了粥棒给我 我也不敢要了 不过我们不可以一世跟着你 如果下次再遇到那个姓梁的老怪 她说 好 小丫头 上次你此处有红帮主在帮你撑腰 用粥棒打我 今次我要报仇 拔掉你的头发 那时候我们怎么算好 方才正哥哥和那个老怪动手 来来去去都只是一招抗龙有悔 就是威力无穷 但是似乎寒酸一点 那个梁老怪的心一定会说 红帮主的武功心不可测 但是教个徒弟出来就平平无奇 你这个丫头 你不用偽言耸听了 又想出什么激将发击我 你也是想我教这个小子武功 只要你乖乖的 做多几道好吃的好菜出来 七公知道应该怎么做 煮好菜就没那么容易了 如今你带正哥哥去丛林教他 杭龙十八掌 我马上去煮两道道好菜 带他给你吃 那好不好 好 什么不好 傻子 跟着我来 今天我教你第二招 叫做飞龙在天 你跟着我来 是 七公 七公 你不再吃点天 我也饱了 郭靖 这几个月来 我已经将杭龙十八掌之中的十五掌 全授给你 是啊 由抗龙有悔 一直到龙战于野 一共十五掌 嗯 没错 这套杭龙十八掌的武功 是我生平的绝学 一半是由师父全授 而另一半就是我自己参悟出来的 虽然招数不是多 但是每一招都有极大的威力 当年在华山绝顶论剑的时候 我这套掌法 还未完全练成 但是黄重阳他们已经非常赞赏 如果我那时候努力练功 练成杭龙十八掌 当时或者我会是天下第一 本来我想传两三招给你 你已经可以保护自己了 谁知道这个鬼灵精 煮的菜式层出不狂 老乞丝唯有逗留在这里 那就教了你十五招掌法 是的 可惜我五胜不高 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明白 嗯 我都知道 不过你肯鑽研苦练 如今你那十五掌都练得不错 只是功力未够 好了 我们总算相聚了几个月 今天都应该分手了 怎样 我还有很多好的菜式 未煮给你吃 人家说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但是呢 就有好吃的东西吃不完 老乞丝这一生人之中 从来就没教过人 三天以上的功夫 但是这一次 足足教了三十几天 再教下去 都不知道会怎么 为什么 我看我的本领 一定被你们学过 怕什么 做好人要做到底 如果你传了十八招掌法给他 那就好了 好 什么不好 你们两个就好了 不过老乞丝就不好 我走了 七公 七公 我要追他 他就这样走了 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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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纏着我干什么 想我再教你武功 难上加盲 七公 你误会了 你教了我这么多武功 弟子已经心满意足了 又怎么敢再贪 那你捉着我干什么 因为 我未曾扣借你老人家的恩德 所以才追上来 你干什么 我教你武功 是因为吃了那个丫头的送菜 所以作为代价 我们之间没有师徒名分的 你知不知道 我扣回四个响头给你 那不行 我又扣回你了 岂有此理 七公 你怎么做我要做什么 那我可以扣回四个头给你 七公 那就可以了 你记住 你不要对人说 说扣过头给我 说是我的弟子 知道吗 七公 七公 你比我们这么好 如果 如果我想再见你 再煮些菜 请你吃 恐怕 恐怕明必有机会了 为什么 想围难我们的对头 都不知道有多少 除了那个深仙老怪 梁子翁之外 还有很多坏人的 始终有一天 我们会死在他们手上的 死就死吧 人肯定要死的 你也不要紧 我最怕他们捉住我 知道我学习你的武功 煮个菜给你吃 于是你便逼我 一味一味地煮好菜给他们吃 那岂不是 令你老人家没了面 岂有此理 那帮坏蛋到底是谁 有一个就是黄河老怪 沙通天 他吃的样子很难看 我煮的菜 直接会被他糟蹋了 沙通天有屁用吗 郭静那个傻小子再练一两年 就肯定打赢他 不用怕 还有那个状态 凌智上人 千手人逃彭廉虎呢 有皮容吗 又有个白鸵山庄的少主人 欧阳克 欧阳克 他的出手身法是怎样的 来来来 坐下 慢慢告诉我 是 七公 焗阳克 怎么了七公 他是不是很厉害 欧阳克有屁用 那你的神色又这么紧 教他武功的老毒物才是厉害 老毒物 他就算怎么厉害 也不及你老人家 我们本来也差不多 但是隔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来 他用功努力过我 不像像老乞丐一样 好食难飞 不过 想打赢老乞丐 就不是那么容易 他一定不及你老人家打的 那也未必 不过 都要打过才知道 好了 老毒物欧阳峰的传人 既然要围难你们 那我们就不可以大意了 那你老人家认为我们怎么做好 怎么做 老乞丐 唯有再吃多半个月你煮的菜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不过我事先要说明 如果这半个月之中 你有一道菜是以前煮过给我吃的 老乞丐就立即走 放心吧 不知菜会完全不同 连面吃米饭都全部不同 蓉儿 什么饭和面都可以有很多种煮法的吗 你都傻的 可以吃锅贴 烧米 蒸饺 水饺 炒饭 汤饭 年糕 花卷 米粉 粉丝 总之有办法令花样沉出不穷 这样我这个半个月头 老乞丐的后福就不浅了 七公 那你教什么功夫给我们 没有功夫教 那 郑哥哥还没学过三招寒龙十八掌 当然不教 我说过不教就不教 那你留下半个月干什么 指点你们林毅式应变 和防身保命之道 相信郭静对于寒龙十八掌 还有很多问题不明白 就趁这半个月问清楚我 好 刚才一节 金融武俠天地之射雕英雄传第四十二回 是由李学军编导 金融原著 唐仪改编 陈伟明录音 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中文字幕作词尔雕英雄传手 感谢观看